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 阴咬女警事件爆红的屏东县议员蒋月慧, 昨,20日, 搭车上台北参加多个媒体专访, 总共获得33,250元通告费, 她则宣布要全数捐出。 有网友心疼的留言蒋议员, 你让我太生气了, 直言蒋月慧是政坛里的一股清流, 并附上自己捐款明细强调, 升平头一回的转账捐款也给你了。 蒋月慧20日凌晨搭乘桶莲客运从屏东北上台北, 为的就是能赶上上午的录影, 而不搭高铁的原因, 蒋月慧则解释, 搭客运比较便宜, 一趟车资能省近千元, 这样就可吃5到7天的饭了。 蒋月慧今天凌晨也在脸书粉丝团PO文, 感谢多家媒体邀请他上节目, 总共获得33250亿元的通告费, 表示要全数捐呼协助罗腾元社会边缘人, 月慧感恩您, 不少网友也在粉丝团留言, 台湾需要更多像奶的一元, 台湾有奶而更美好, 蒋月元, 您真是活菩萨, 超强的意志力行动力, 如果这世界上有神佛, 您就是为活菩萨, 感谢您为弱势团体发声及伸出援手帮助他们, 还有网友很直白地说, 蒋月元, 你让我太生气了, 但立刻在下方附上自己捐款明系, 强调我活到现在最痛恨政治人物, 但是我生平头一回的转账捐款也给你了, 太生气了, 为何在一堆的垃圾潭里面能出一股清流出来呢? 必须捐, 必须捐, 其他网友也纷纷贴出捐款明系, 直言说要支持一股清流的力量, 也有人说看到新闻就立刻跑去捐款,